还有一次我闺蜜出去吃饭 就正好碰见她了 当时就给我发张照片 她和一个女的爱得特别近 在那里吃饭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然后我马上就打了一个车过去找她了 是这样子的 当初我们公司同事聚餐 座位就是随便坐的 那个女同事她也见过 结果她跑过来我很莫名其妙 而她直接二话不说 当场直接拿水杯往我脸上泼 当时很多人在那边吃饭 全部同事都看到了 我完全在公司抬不起头了 每天都在郁闷我 所以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女朋友 因为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当时她那个照片发过来的时候 那到底是公司聚餐 还是她单独跟那个人吃饭 是他们公司聚餐 但是她为什么不可以挨着一个男的坐 非要挨着一个女的坐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之前是做行政的 那你现在这么闲的话 不如再出去工作好了 那要问她 她愿不愿意让我出去工作 你为什么不愿意她出去工作呢 因为我对下我当初的承诺 我跟她说了 我说你在家里面玩 你没发现她玩玩出事了吗 闲除很多是非嘛 对 那你为什么不让她去工作呢 你还敢娶她吗 你说实话吧 咱今天不绕弯吧 我得重新再考虑一下 因为我怕我娶了之后 因为以后可能还要生小孩 连家务连现在生活 这些细节都做不好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是什么样子 当时喜欢这姑娘 就是因为这姑娘长得好看吧 有这个因素 除了她长得好看之外 还喜欢她什么呢 其实当初挺单纯 也挺听我话的嘛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我在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嘛 就是因为我现在有露骨了嘛 当时她也是无条件地去支持我 经济压力大吗 压力大 压力大为什么还不让她工作呢 崩什么呢 你是开拍了工作之后 还有其他人会喜欢她 还是什么呀 可能有一点这个因素在你 好 按照男生的描述 一个礼拜只歇一天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你们要旅行什么呢 有没有这种时间呀 有过这么一回 就是她想出去旅游嘛 我那个时候刚好有七天的假期 她说玩十天 或者上下来玩七天 她说不行 她说不要玩十天 因为你之前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说去几天 你都说可以 有空有时间 然后这一次是我把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 你还在那里给我甩点事 你这是强制性地去订的 因为我跟她说的是只有七天时间 她还是订了十天时间 结果后面我看这个机票酒店就不能退了嘛 然后我就只有陪她去了 陪她去的时候她又不开心 不依不饶的反正 因为她旅行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那里打电话嘛 然后我跟她说什么 爱大不理的 那是我在跟老板打电话 我说我能不能就是多请三天时间 还不是为了跟你 好好的去把这十天玩开心 结果导致我现在两面不死 怎么了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感谢观看